打开冰箱准备食材 周晓琳在厨房忙碌 为社区警卫准备午餐 大家都锁在家里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做 但是找到方式了 adjust一下 我的周边有的是我们的guard 然后guard可能可以跟他们 结上这个缘 也给他们 鼓励他们吃素 送便当是为了推动素食 要确保尼泊尔籍的警卫听懂 周晓琳有一套方法 跟他用Google transfer一下 然后每一句讲我就问他 你明白吗 野兔是为了健康的身体 明白吗 所以现在是因为疫苗 它比较好要不要吃肉 它比较好 我们的野兔 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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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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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� 所以就从这里就切入咯,跟她讲 其实不要孩子生病,很简单不了 就多吃蔬菜,少吃肉 周晓琳也善用科技,常在社交媒体分享素食食谱 渐渐影响身边情友 一个人如素还不够,周晓琳透过 自己的力量,希望能有更多人响应加入素食行列 大爱新闻陈静云,林彦均,马来西亚报导